到死氣沉沉 先說一些開心的東西 首先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在我手上這包銀色的東西 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經上來買了 因為我又翻了10箱 變成有120包 大家可以繼續上來買 這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黃牌羅宋湯 記住 這個傳名應該叫和牛羅宋湯 是 應該怎麼說呢 是有口皆悲的 口悲的悲 不是悲哀是悲哀 即使你喝完這個和牛羅宋湯 你只會直樹無止 為什麼呢 因為它真的好喝 你喝了沒有 你反而好像沒喝過 還沒了 還沒了 有很多朋友 我都不喜歡羅宋湯 也有些朋友喜歡喝羅宋湯 但是要在街上喝一碗好的羅宋湯 是極難的 這個真的是 我屢次講過 很多水而已 一些味水 我屢次講過 說平民一點 我不要說酒店的那些 其實 這個水果餐廳的羅宋湯 飲茶餐廳來說都可以 但和這個一比 應該是兩回事 大家喝過就知道了 不要看這一包這樣 一比一的水 即是把這一包倒進鍋裡 再把同樣份量的水倒進去 是有十碗八 我想可能不夠十碗 九碗 飯碗滿的羅宋湯 現在小家庭來說 一天都未必喝完 那你可以隔夜再喝 隔夜到第三天都沒辦法 一定會放在雪櫃 如果你就這樣放 放兩年多 因為高溫消毒 開口之後 一次過不煮完 倒一半 就是這麼論盡 我就認為不好 真的要這麼論盡 那你就要放在雪櫃 只是賣五十九元 很好喝 OK 我其實屢次都是有些網友說 給我一包 我就會問一下 喝過了嗎 沒有 因為買了一兩包一定是 沒喝過 喝過的 但是有時候真的是重 真的十包八包賣 那為什麼要買這麼多 搞得我有貨 因為我不是經常有貨 就是最糟糕的 我這次其實是一些街坊 因為我自己的成本 因為我這次做得少 我實在沒有這麼多地方放 我變成了 我成本就貴 越做得多就成本便宜 這個大家常識 所以我真的很推介 就好像現在 有些人買回來 說來打火鍋做湯底 不行 基本上我們上星期打火鍋 打算試一下 但是後來又覺得 好像不太適合 我送湯打火鍋 沒試過 可以試一下 是 是嗎 很濃的 有人認為一比一都濃 大家可以買這個羅宋湯 更加就是 我有乾包 我有貨 我也不說三百二元的 南非急凍包 當年有貨 大家有乾包 我真的很興奮 特別是汁 一定要留起它 這麼貴 外面吃一千塊 酒家好一點 一千塊幾塊 現在你三九九 我四三九都不收你住 我應該去到年尾 到大事大事的人回來的時候 我就會做另外一個 我又會做四三九 可能會買十中一的 一隻九折 那些壞東西 我覺得你真的要買一兩隻來試一下 還要怎樣都是 現在不是的 我真的沒辦法了 阿比利哥 我很窄 因為又不夠公開 不要緊的 明天會更好 遲些才吃 沒什麼所謂 是吧 但如果不然 我都希望大家盡量開心點 今天有個消息 我最近喜歡喝椰水 有網友買了這隻 網友你買這隻 我會展示給你看 其實都是好喝一點 我發覺 現在市面上突然多了好喝 都叫什麼椰水 很多馬拉的東西 香港呢 人們 譬如去移民還是其他地方 於是他就不停回香港 嗯 真的很厲害 謝謝